福宝昨天难受地哭了 他整日趴在甲山上 滴水未尽 利米未沾 这无辜的小家伙让人心疼不已 就在昨天上午 现场的粉丝捕捉到了福宝流泪的瞬间 他一脸痛苦地躺在甲山上 眼中泪光闪烁 脸庞上挂满了泪痕 关于福宝甲运的情况已有半月之久 尽管中心未公开福宝的体重数据 但其身形销售之态肉眼可查 徐乃爸克尽职守 兢兢业业 始终如意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并在重压之下 持续照顾着福宝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作为福宝的亲妈粉 我们对您始终心怀感激 而这也让您的肩上 承载了更多的责任 福宝作为一只备受瞩目的熊猫明星 无论由谁来照料 都难免会受到严苛的审视 近期 福宝应不适而整日懒得动弹 其庞大的粉丝群体 时刻关注着奶爸奶妈的一举一动 并应切期望饲养员 能给予福宝更多的关怀 因此 即便上级只是 无法提供额外的丰容玩具 无法栽种大树 并要求对所有熊猫一视同仁 这些皆非核心问题 当前最紧迫的是 请勿应福宝不乖巧 不配合而放弃为其进行体检 勿应其难以召回 而停止投喂新鲜的苹果窝头 更勿应福宝整夜未归 而忽略为其更换 新鲜的竹子和竹笋 若愿做方法万千 若不愿 借口亦无穷 众所周知 徐乃爸身兼数职 不仅照顾展区的四只猫 还要负责接生的工作 夜班无数 谢乃爸接受采访时说道 徐乃爸担心福宝白天状态不佳 主动申请值夜班 24小时陪伴在闺女左右 我们真心感激您的心情付出 然而 在福宝心中 人类是他的朋友 是他最信赖的伙伴 自幼被爱包围的福宝 在短短半年内 经历了环境的巨变 最亲近饲养人的更替 以及神树瓶的高温天气 和甲运的困扰 他或许真的有些难以承受 因此 琴无吝啬对他的爱 对于那些被圈养的熊猫 半野化的管理模式 就必须是机械化的饲养 一成不变地提供食物吗 让这拥有八百万年历史的神兽 日复一日地 被钢筋水泥包围着 直至行为刻板 直至老去 难道一具半野化饲养 就要剥夺他们 渴望得到的关爱吗 我想 这绝非正确之道